基本上沒有網軍 我們都是一些青年的朋友 我們請他來幫我們做政策上的辯護跟說明 他們的主要工作是幫我們做政策的一些宣導 辯護還有一些最重要是跟青年朋友的對話 所以我們基本上並不會像有駭客這樣去攻擊別人的情況 我想應該是沒有的